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下来 不下来啊 不下来啊 快点 快下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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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 怎么回事啊 走 报 报 米卡 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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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什么情况 你新脉搏正常 他这是某种心理因素 和特定的刺激造成的晕厥 说白话 就是吓晕了 他恐高 好 后面的都跟上啊 丹达 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都走了一个小时了 可没问题 我觉得一晚上 吃了一碗牛肉面 啥事都没有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 我们全体教官 为大家准备了节夜晚会 今晚 大家可以尽情地狂欢一下 好 好 好 接下来 我为大家颁发一下结业证 我现在点到名字的同学 上前领起结业证 陈小燕 张清清 陈涛 完了 完了 聂小辉 刘荣 李红 龚宁 苏薇 王嘉丽 张丹 程新雅 刘承伟 许颜山 这一期的硬期救援培训 所有的结业证就此发放完毕 恭喜以上同学 对 教官 米卡的呢 对啊 对啊 米卡 米卡的索件没有完成 所以不能给他结成 可是他明明下来了呀 对啊 对啊 做后训练他可是最高分呢 对啊 对啊 哪怕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对啊 机会呗 我相信米卡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 但应急救援并不适合 一名好的应急救援队员 不仅要有呼应的技术 也有好的心理素质 像他这样有明显恐高缺陷的人 我恐怕不能给他结证 我要对你们负责 也要对商员负责 更要对他自己负责 所以不好意思 请教官说得对 我的确没有资格拿结证 马上就要结业晚会了 大家快点准备吧 好不好 结业快乐 好 结算 你表现其实挺好的 没必要想不开吧 我没有想不开啊 生命多美好啊 你知道当一个医生 要考多少个合格证吗 给我不合格的也不吃你辛克蕾 我没那么催疑 再说了 我的命也是别人拼命救下来的 不会不珍惜的 别人 两年前我遇到过劫匪 大陆时情况特别危险 那个劫匪把手雷 就直接塞到我手里 我当时就觉得我 命可能就没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特警叔叔出现了 他就跟我说 有我在你肯定死不了 他就把手雷握在了他的手里 特警叔叔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有那么老吗 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 我这段话的重点是在 特警叔叔的年纪吗 不是就特警没有岁数特别大 那他肯定不年轻了 因为他特别沉稳 临危不惧这四个字 就应该这么形容他 反正就是真的很帅 你又没看过他脸 怎么就帅了 你又知道我没看过他脸的 那我们特警 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的 不 他戴着面罩 我又能感受到 他身上是闪着光的 你笑什么呀 没有 你要不穿这身衣服 一点都不像一个特警 为什么呀 你看你这娃娃脸 你又长得那么白 你哪有特警像你这样 我 我白 我还白啊 不是 干吗 我让你看看我原来有多白 看见没有 这已经够黑的了 还白 一说你能踩了尾巴是吧 我听说你是最年轻的中队长 史无前列的 你师父年纪比我还小啊 怎么可能 我都工作好几年了 你才刚毕业 我们医学院要读七年 咱俩应该差不多大 Erm